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神搶家 把時間往回退 一个多小时前 这一票人在路旁喝了酒 喝嗨了 把走公家灭火器 当成烟雾枪来用 就怕灭火器故障 还先在巷内做测试 喷了一次还不扣 巷弄瞬间白烟四散 再喷第二次 一票人还被浓烟呛到 抛到对街 警方获报 有人闹事到场盘查 就是这举动引发少年不满 灭火器往巷内 车子 然后邻居的这些 在四处到处乱喷 15号早上7点多 少年和朋友拿着灭火器 二搞三重派出所 加上第一时间派出所被喷 也没有见到园警现身 被质疑 难不成是送放闹事 但警方驳斥拿出影片成绩 少年拿灭火器进到派出所内时 三名园警随即拿着警棍冲上前 将人压制在地 原来少年不满路边喝酒被含茶 才会辖院报复派出所 被依照侮辱公署 及毁损罪嫌来送本 警察是人民的保姆 他们都还敢这样子 我今天看到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很功能跟警察这样子挑衅 为什么要拿灭火器啊 少年拿灭火器当成烟雾枪 派出所更成了扫射目标 太岁爷头上动土够嚣张 但警方曾经该办就办 公权力不容挑衅 三列宣言许赵伟马瑞管 新北市报道 我刚好被议